沙烏迪阿拉伯本月遭受无人机袭击 重创全球石油产能 让波斯湾占云密布 但无人机不仅是攻击的武器 更可以作为救命等和平用途 包括侦查森林大火 侦测毒气 寻找失踪人口等等 救难人员透过无人机从空中一看 局势一目了然 自2017年起 美国洛杉矶都会消防局 已经在至少300场任务当中 出动无人机 不论是用红外线技术定位起火点 或者是透过远距离放大车牌 来找寻失踪人口 配备专业仪器的无人机 堪称第一线人员的另一双眼 更重要的是 商用无人机每小时出勤费用 约50美元 远低于直升机的1500美元 无人机更省去返回基地加油 和换人驾驶的麻烦 除了美国 无人机的妙用在大西洋彼岸也有例子 今年4月 局势震惊的巴黎社母院大火 能够扑灭 无人机全方位的拍摄角度 可说是贡献良多 专家估计 2015至2018年间 全球无人机用量已增加6倍 协助拯救至少278条人命 与此同时 现在部分警局也开始训练远警使用无人机 最近美国佛州警察就透过无人机的画面 发现一名歹徒持有的手榴弹是假货 结束一场警匪对质惊魂剂 好想空中的无人机 势必将成为人们救灾救难 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将广编译杨昭报导